全球線上家人 大家好 感謝天恩施德到場全人輩的苦心栽培 讓霍學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感恩祈福這個主題 霍學今天想用自己來佛堂開智慧 求到之後在佛堂進階學習所聽的道理 與生活中的體悟來跟各位分享 感恩祈福這個心路歷程 霍學在還沒有來佛堂之前 總是會跟上天祈求自己的心願能夠達成 可是從來沒有對上天有過這個感恩的練想 是來佛堂之後才有這個感恩的這個念頭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感謝天地人開始 我們說天飯地飯就是國語台 就是國語天飯地飯的這個台語發音 也就是今天上天降下萬物 讓土地長養萬物 我們今天才能夠有這個 日常生活所需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要感謝四榮工商 在他們的職位上付出他們的勞力與服務 就是運送才為我們今天有日常生活中的 衣食住行育樂能夠衣食無餘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些人們 那在家裡我們要感謝父母對我們的養育之恩 還有一路上我們從小到大教育我們的師長 跟幫助我們的貴人朋友們 那麼我們今天來到道場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老師 還有我們的銀寶師 對我們的這個銀寶之恩 今天如果不是他們的引路 今天我們也沒有辦法求道修道 找到一條超生了死的路 所以後學會覺得說感恩就是 對我們周遭生活的人事物 去懷著感恩的心自然幸福就隨之而來 那後學之前在電視上看到一齣戲 所以他裡面有說 感謝讓我擁有免費的陽光 免費的和風 免費的雨水 就讓後學想到 就是我們修道之後 我們聽著這個道理 讓我們的心靈能夠去除無明 露出一線曙光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陽光 當不限於我們是所看到的這個陽光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陽光 當作是我們今天在佛堂所聽的道理 當我們道理聽進去之後 就會去除 串透我們心靈中的這個烏雲 讓我們的靈性能夠露出一線曙光 就好像六祖所說的 一燈能除千年暗 一智能破萬年雨 當我們道理聽的越多 我們的無明去除越多 那就會讓我們心中的這個 心中的執著煩惱就去除 所以這個和風可以浮去 我們心中的執著與煩惱 那就好像有一首詩記是這麼說 他說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是心中無懸念 便是人間好時節 也就是當我們心中沒有煩惱執著 我們心中有的是善跟美 讓我們看待世間的一切事物 都是真善美 生善美 那麼我們說 我們就會注意 我們生活中的春夏秋冬都是美好的 而不會去看人生不好的一面 所以其實這個道理也是這個和風 就是我們有時候不要去執著於這些文字障 覺得說這個和風就是表面上我們看的和風 我們也可以轉換那個 這是我們來佛堂聽的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擁有免費的雨水 我們看這個雨水可以洗滌 我們身上的污濁 也可以清潔家裡一些環境的骯髒 可是我們今天來佛堂聽這個聲音 法語的這個法水 就是也可以去除我們心中的貪嗔痴 所以我們要感謝天地人 今天我們在佛堂上課 這是天人共辦的這個法會 就是要齊聚眾人的心力 還有上天先佛的幫助 才能完成這個法會 所以我們要感謝天地人 那我們都想要祈求幸福 那麼幸福是要從感恩開始 因為只有感恩才是幸福的開始 那我們都想要五福靈門 五福靈門其中有一項是浩德 所以浩德就是幸福的根本開始 今天如果說我們崇尚這個 修到利益眾生 往仁義理智性的道路來前進的話 那我們所想要的富貴 寫長壽康陵 善宗就不寢自然 那後學就用呂蒙鎮宰相 他所寫的寒瑤婦 來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們所要的這個幸福 不是外在的這些物質享受 而是心靈上的親近快樂 所以他說蜈蚣百足行不及時 再告訴我們 我們追求太多的這些名利地位 反而不如去追求心靈上的逍遙快樂 就好像說我們心中如果能夠無憂無慮 無煩惱 是比有很多的這個名利地位來得好 雄機兩翼飛不過壓 再告訴我們 我們人不要就是安逸於這個 日常生活當的這些享受 而應該要注重我們生死這件大事 就好像 其他習慣被人們所煥養著 能夠一時無缺 可是他的生命卻主宰在人們的手中 等他養大之後就要被人們所宰殺 那不如像烏鴉雖然自食其力辛苦一點 可是他卻能夠在野外逍遙快活 就是告訴我們人要居安思維 有一句話說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就是這一句話的最佳註景 馬有千里之城 無其不能自往 告訴我們人要有目標方向 往人意道德 往聖賢之路學習 才能讓我們的精神涌流於人間 所以我們在往聖賢之路 收到之路前進 總是會遇到一些困頓賢阻 那在遇到困頓賢阻的時候 就是叫我們要保持初心 然後奮發努力學習 可以等待時機的到來 所以他告訴我們 人生在世 富貴不可禁用 貧賢不可自欺 也就是我們人生的一路當中 董事會有順盡力盡 高低起伏 那在我們順盡的時候 我們利用我們的權勢去造福百姓 利用我們的金錢去幫助別人 讓我們知福惜福再造福 讓我們的貨櫃福報能夠綿綿不絕 那貧賢不可自欺 告訴我們說 在困頓賢阻之時的時候 不要灰心喪志 應該努力的行善基德 修道來改變命運 所以像孔子 江太公 他們在不得子的時候 受世人所嘲笑 可是他們也是監禁他們的志向 那麼等到時機一到 像孔子 他留得責於後世 他的後代子孫 都還享受他的得責庇佑 所以也在告訴我們 留財不如留得 因為浩德是幸福資本 那幸福是什麼呢 或許把幸福分為 心靈的幸福跟外在的幸福 那季功活活慈悲說 能夠平平安安生活 即是幸福 就是幸福 今天 沾到天恩施德 心佛的護佑 那我們可以求到 修道 行功利得了消業力 然後讓 了消業力 那這就是幸福 那今天能夠正正當當做人 是幸福 因為今天我們能夠生而為人 然後幸運 大道苦傳的白陽時期 能夠一事修一事成 就是幸福 因為我們要知道 道事非時不降 非人不傳 而今天我們生而為人 又幸運這個白陽時期 功逢其盛 所以就是幸福 所以這就是幸福 能夠清清白白做事 就是幸福 今天我們在佛堂聽道裡 我們知道一切做人處事 都要依本性良心來做事 當我們在做人處事當中 能夠養不愧於天 福不做於人 那心安自在 這就是幸福 各位家人 有沒有覺得 季功佛佛所說的這幾項 都是項內去修持 而不是向外去追求 所以只要我們能夠 依照季功佛佛所說的 這幾項來做的話 幸福就是 在我們身邊是垂手可得 而不用向外去追求 那外在的幸福是什麼呢 每個人對幸福的感受不一樣 那後學覺得說 與家人相聚是一種幸福 為什麼 以前我們總覺得 跟家人相聚時間很多 可是有時候 我們的家人可能會因為工作 讀書的關係 可能要到外國或外地去工作 那相聚的時間會減少 所以能夠跟家人相聚 團聚一起吃飯聊天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說 有工作可以維生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為我們還是要賺錢養家活口 所以如果沒有工作 就會為三餐所苦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說 只要努力工作 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工作做嗎 要知道說 在這次疫情當中 因為疫情受創很嚴重的這些 餐飲旅遊交通 並不是他們不努力經營 並不是他們不努力工作 而是受疫情影響 而導致歇業或是放無薪假 那所以能夠在平常有工作可以做 可以維持生計是一件幸福的事 再來就是出國旅遊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時候我們想要出國旅遊放鬆心情 那我們都一直想要努力賺錢 但是只要有錢就一定可以出國嗎 在這次疫情當中 是不是政府限制不能出境 所以也讓我們感受到說 不是有錢就一定可以出國去玩 那我們退而求其次想說 那求身體健康不受病痛折磨 是一件幸福的事 所以平常我們都會注重養生 但是注重養生就不會生病嗎 那就算不會生病 能夠預防確診嗎 所以各位家人有沒有想想說 或許剛才所說的與家人相聚 或是工作可以維生 出國旅遊身體健康 並不是說我們想要獲得就一定可以得到 那麼幸福就是把握當下你能做的事情 珍惜身邊的家人 所以今天各位家人 我們能夠平安的在線上聽課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為就是把握當下 那麼此時此刻我們能夠在線上聽課 就是幸福的事 那我們說把握當下珍惜家人 那在這次疫情當中 不曉得給各位家人什麼樣的啟示呢 或許覺得說在這次疫情當中給候學的體會就是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所以愛家人就是把握當下帶他來開智慧 因為在這次疫情當中 因為疫情確診而往生的人是不分男女老幼 既然我們不能掌控生命的長度 那麼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生命的寬度 創造自己的生命價值 也就是用這有限的色身去創造無限的生命價值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明天仙道還是無常仙道 所以就是愛家人就是帶他來開智慧 知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知道回天的路 再來就是富貴在天 有時候他有句話說千仙萬仙 有時候我們用心計較 我們想要得到的財富 並不是說我們想要得到就可以得到 不是有句話說小富有減大富有天 所以我們看各行各業每個行業 每個人都努力的經營事業或是工作 可是並不是說我們想要得到錢 才就可以得到 所以餐飲旅遊交通業 這些受創很嚴重 因為疫情可能導致歇業 那就是導致歇業虧損 可是因為疫情而受益的口罩生計業 因為疫情的關係大發歷史 那這是誰給的 是不是上天所給予的 但是也告訴我們 能不能就是因為疫情受創而失智 因為疫情受益而驕傲 因為台語又有一句話說 三里一輪好壞教輪 就是風水輪流轉 也就是當我們在順境的時候 就是要未雨綢繆 就是不可以把這個錢財全物花光 然後導致在困難的時候 沒有錢可以享用 所以也告訴我們說 照後學這樣講的 各位家人會不會覺得 既然一切都是天注定 那就不用努力了 不是這樣的 我們說受搖窮通 雖然說是天注定 可是這也是上天依據 我們個人所造的因果 來決定誰富貴誰貧窮 自然今天我們知道這個因果的關係 所以就要靠修道來改變我們的命運 所以其實就是今天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讓我們感受到說 其實我們也是要從行善基德做起 那後學我們說要往聖賢置入 往仁義道德的路前進 我們人生就要有目標 那後學之前在網路新聞上看到一個 中聯主管 他就是發文 說他本身就是一個公司的中階主管 他年薪500萬 然後買在台北的金華區 他的太太也很會賺錢 女兒學業很好 成績不用他煩惱 他家庭財富 健康愛情都這麼順遂 就等於說 我們人所要追求的五子等科 大家都有了 他問網友說 他什麼都有了 他不知道人生下一步 還要再追求什麼 就讓後學去想到說 這是我們人所要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他擁有這些目標 他會不快樂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形的物質不能使心靈快樂 同樣的 釋迦摩尼佛 他在貴為王子的時候 他也是擁有這個 尊貴的地位 財富江山都是他的 有美麗的妻子 可愛的兒子 可是他覺得外在的這些 並不長久 所以釋迦摩尼佛 他為了要追求生命的意義 為何他出家修行 終於讓他悟到 找到一條解脫生死輪迴的路 所以今天我們這是 凡人獸的形色所獲 而不去探討生命的究竟 也在告訴我們世界上還有很多的眾生 因為沒有求道 而不知道人生目標要往哪個方向去前進 需要我們去度化他們 而釋迦摩尼佛他當初所求的道 跟我們今天所求的道是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往聖賢先佛行醫的目標 去學習服務奉獻 當我們在服務奉獻眾生的時候 我們心中才會發喜充滿 那我們說學習聖賢先佛的行醫 要怎麼做呢 我們說先佛就是有一個忍者的心 忍者的心就是慈悲同理心 就是對待眾生萬物 就是要有個平等對待的心 不要有分別心 所以我們知道說動物跟我們的形體不一樣 可是他的靈性卻都根本是上天老母所示 只是因為形體不一樣 我們不能因為我們比他有高超的智慧 就把他們宰殺來供我們食用 我們要知道說動物他也有家庭 眷屬兒女父母 那今天我們不想跟我們的家人生離死別 那我們也不要把這個生離死別的痛苦 加注在他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是不要把為了自己貪腐 口腐之欲的快樂建築在這個動物的身上 如果我們有這個慈悲心 有這個同理心 我們就不會去做這個傷害動物的事情 那這就是聖賢先佛的這個慈悲心 可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度人或是在修道的過程當中 總是會有遇到一些困難 每次在做事的時候 在學習的時候遇到困難 我們第一個念頭就會想說 不可能做不到 那先佛也知道眾生的心態就是 會有這些負面的想法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當我們說不可能的時候 在這不可能當中 中間加一個鈍號 是不是不可能 那這個意義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今天不要把這個負面的想法 顯現在自己的這個心念上 而是把這個負面想法把它否決掉 然後做就對了 我們就跟著上方的指示 然後先佛的意思 然後去做 那當我們在佛堂 跟著佛堂的進階腳步去學習 去做的話 自然上天會為我們加靈加智會 然後我們跟著道場的這個進階班程 或是我們每週一次的這個線上心靈課程 跟著進階學習腳步走 自然上天會給我們加靈加智會 然後會跟著人產線 然後讓我們產生解決困難 然後往聖閒之路前進 各位家人 當我們在線上課程上課之後 就會改變我們的思維 所以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假設今天只有我們一個人兩個人在學習 我們是不是會覺得孤單沒動力 可是今天我們一群人在學習 我們就會覺得性至高昂有動力 孔子也說 學而時期之不亦樂乎 有童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也就是今天我們學習道理 知識或是記憶 當我們溫故而知心 然後沉浸在這個道理的喜悦當中 是一件快樂的事 而且我們今天看到同修從四面八方 在線上學習也是非常快樂 所以這個鵝我們從學 從這個知識方面來解釋 假設這個鵝我們從心靈上來解釋 我們說這個鵝它拆開是不是一根穴的組合 那這一穴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生來死去的門戶 今天如果我們求過到開智慧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或許所說的那個地方是在哪裡 那如果還沒有求到的家人 就請幫你報名的朋友 帶你來佛堂開智慧求道 才知道我們生來死去的門戶 這攸關到我們百歲年後 有天堂地獄的分別 所以各位家人一定要重視 當我們在上課之後 我們的思維改變 人生道路就不一樣 各位家人不曉得 在聽課之前的自己 跟你多次聽課之後的自己 有什麼改變呢 各位可以去想想 那或許覺得說在到場 學習這麼多年以來 或許體悟到說 名利都是過眼雲煙 人生處死無大事 為什麼或許會有這樣的體會呢 因為或許在修道的路途當中 有遇到生死關卡的這件事情 也長受到親人的生離死別 讓或許覺得說 我們追求這些名利地位的時候 遇到生死這件關卡的時候 縱然你有對家人的不捨放不下 那面對生死這件大事 你不捨也得放下 所以從日常生活當中去 體會到說 人生大事是生死這件大事 可是我們要轉念說 要重視生死這件大事 然後就是 就是眾生清凡 好像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 因為我們知道說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所以才要不斷的上課 藉由道理的洗滌 讓我們知道 就是要往生死這件大事 修到這條路來學習 才是我們今生 學習的這個重要目標 那或許就來說說自己是如何 什麼樣的姻緣走入這個道場 或許是在2003年因為沒工作 在家 那就到圖書館去借書 那在圖書館借書的同時 拿到讀經班的這個招生DM 所以就帶小孩子來讀經 那在讀經的過程當中 他也為家長開設了一個家長成長班 那後學在成長班聽課的過程當中 很喜歡我們基金會的這個課程 所以因為喜歡聽課 所以就帶著小孩一直來讀經班學習 那在上就是在上讀經班的過程當中 經由這個讀經班志工老師的慈悲成全 他說你可以來幫忙帶小孩子讀經 那後學是因為這樣的因緣 所以就在讀經班學習留下來 然後跟基金會結了這個不解資源 在讀經班就是聽課教導的兩年當中 後來後學從來沒有來到這個台北光明佛堂 是因為師資培訓課程 或許才進來光明佛堂 那或許會進來光明佛堂的原因 也不是想要當老師 是因為聽聞我們翁樞紐說會來台北上課 或許是聽說樞紐上課很風趣 也聽一個家長這樣說 就是他在師資培訓他會從台中來台北 或許是因為這樣 然後也引寶師的成全 後學才進來佛堂 那也在這次的課程當中 後學就是開智慧求道 那我們求道之後會有一張平安卡 那這個平安卡是有磁場的 所以讓我們可以出門在外 可以保佑我們平安 所以如果還沒有求道的家人 可以來佛堂求道開智慧 讓我們在外一切出入平安 在後學求完道之後 後學的引寶師成全後學來上心靈講座 那時候上的心靈講座是兩天的實體課程 那後學在聽課的過程當中 經由這個先佛的慈悲 然後還有人事課的一些課程洗滌 讓後學知道說人生之所以會這麼的諸多不順 都是自己累世的因果所造 所以後學就想說親口如素斷絕與眾生的這些二元 所以在這次的課程當中 後學就親口如素 那後學親口如素之後 後學是沒有馬上上進階班 後學是藉由上進德班的法會當中 安設佛堂 那也因為要安設佛堂 所以要學燒香禮節 因為要學燒香禮節 才讓後學開始這個進階課程的開始 在上進階課程的過程當中 後學經歷過人生的一個生死關卡 也感謝天恩師德的護佑 讓後學能夠度過這次的關卡 後學是在2009年的8月 因為一次開刀的手術意外 傷了這個大腸 那大腸破洞就引發附膜炎 那這個附膜炎是很危急的 所以在2008年到2010年2月 這其中是開過5次刀 那後學在就是因為要讓這個大腸休息 因為剪掉再縫合 這個傷口要休息 所以就拉出小腸到體外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人工肝門 或是人工肇口 就是當我們吃東西下去之後 他馬上就從體外的這個小腸排泄 沒有像以前說 大腸它可以囤積到一定的數量 你想要去上大號的時候 你就會去上 那也在這半年當中 讓後學體悟到說 到其實就是在死尿當中 也就是今天從你吃喝拉撒睡當中 然後再由死尿中排出 這就是到 所以在這半年當中 其實或許是吃不好睡不好 而且在這個小腸在體外 它是有彈性 它是會伸縮 它如果縮到體內的話 那個糞便就會流出來 根本在這半年當中 不能追趕跑跳碰 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所以也讓後學覺得說 感謝天恩施德 那這次的手術有多危急呢 後學為了要準備這一次的講題 就去找之前的那些收據 後學出在住院期間的一些醫療費用 診斷書 手術同意書都有保存著 那後學之前拿到之後 就把它丟在抽屜裡 也沒有去翻閱他 只是出院之後聽家人同修說 後學就是在那一次很危急 可是後學在昏迷當中 也不知道有多危急 所以後學就去翻 那個手術同意書 就去看那個收據 那在看收據的當中 其實它裡面 就是下面它有一個說 在這一次的手術 手術的致死率 就是大於90% 也就是後學的存活率 是10%以下 可能1到9% 所以他在那一天的晚上 11點5時 簽了這個同意書之後 到手術室之後 才經過15分鐘 就已經發出上面的這個病危通知單 通知後學的家人 趕快來醫院見後學最後一面 所以在後學的感觸當中 今天就是慶幸自己有來佛堂修道半道 讓自己能夠躲過這一次的生死大節 所以要感謝天恩施德 那也讓後學提悟到說 既然是上天 這條命是上天所適予的 往後的人生就要以半天勢為重 所以後學這條命已經是上天所給予的 如果從2010年到現在 既經已經經過12年 所以這個生命是上天所給予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讓後學改變人生的道路 那我們在接受上天的給予或是道場的栽培 我們知道說屍體受有福 我們也聽過我們道場前行分享 這個師比受有福 所以今天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今天有說我們要不要上課 或者我們要不要去付出我們的心力 不管是財師法師無畏師 都是在於自己的心念 沒有人不能只有願不願意 所以先佛也說 心之所向人一時之 心之所困 困千困萬 也就是今天我們在修道學習的過程當中 一次不會十次百次 一次不會十次百次的學習 總是會有學會的一天 可是今天如果你不願意 你就會找千般理由萬般藉口 說這個不行那個不然 那都是你的心力 心念在困住你的心念 所以其實修道的過程當中 就是讓我們一次一次洗滌 我們心中的一些不好的妄想雜念 往聖賢之路前進 所以今天我們來寶方從政團隊學習 我們就跟著團隊的進階課程去學習 讓我們在學習道路上不會落單 然後讓就是跟著道場的學習 才會持續到最後 最後後學就用幸福是給常懷感恩的人 快樂是給心中知足的人 來跟各位做分享 因為會感恩的人 他周遭才會幸福 他幸福才會圍繞在他身邊 那我們心中知足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些妄想雜念 欲求不滿 所以後學就用這兩句話來跟各位做結尾 那最後祝福線上家人 家庭美滿 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和家平安 那講不好的地方 求先活赦罪 老師補充指證 各位前嫌海涵